影帝古天悦坦诚曾因抢劫罪服刑,享受牢狱生活。 原来古天悦有这么一段过往呀!和成图,2010804.16。 新科香港金像奖影帝古天悦,终于在入行24年之后,拿下他人生的首个影帝宝座,不过万万想不到的是,拍摄近百部电影的他,原来曾经很不幸在目前表演,觉得那是靠脸吃饭的行业,甚至还曾因为抢劫罪,被判入与服刑22个月。 皮肤有黑长相斯文帅气的古天悦,1994年因为兼职模特儿的关系,被看中加盟TVB当演员,但他当下拒绝,知道第二年他工作的公司倒闭,才免为其难加入电视圈,并立即受到香港无线电视台力捧,但这位当年被誉为最有潜力的新人。 却在此时被传媒爆料,指台曾因抢劫罪被判入与服刑22个月。 事件被揭发后,古天乐并没有及时回应,之后则是现身电视节目《城市追击坦白》承认这件事,至于详细来龙去脉。 他在2002年初的《自转学阅记》中透露过。 1990年11月,20岁的古天乐曾和朋友,参与一宗海港城厕所的抢劫案件,因此被判入与服刑22个月。 他在书中自数,当时的我20岁,年轻有大好的未来,却每天只知道出去玩,身边围绕一群不务正业的朋友,没多久就惹祸上身。 当时的我为了将义气愿意承担一切,换来的却是因为抢劫一位女子,而成为他人眼中文枝色变的强盗犯。 顾天乐当年还拜托兄弟照顾女友,结果坐牢期间女友就被兄弟给拔走,后来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开始在牢里面打架,打一次就增加一个月的刑期,结果多做了半年多,刑期由一年多加到两年整。 幸好这时有一个70多岁的修女,教顾天乐怎样做人,终于让他清楚了人始终要长大,不可以永远躲在自己的躯壳内,原地太不。 顾天乐勇敢坦承过去的错误说,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,让我失去了两年的自由。 不过,他后来也不时出席更生人士的讲座及活动,鼓励是求积极投入社会,但是2004年新年期间,顾天乐原本要赴美演出,却因为当时美国911事件严密放恐,导致他因为有不良案底被拒签,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。